然后我是里面的男主角OLED 有认得出来吗 哈喽大家好我是雪佛 我在里面饰演的是罗琳罗斯福 谢谢 好 好 这边 这边 大哥们OK了吗 可以了好 谢谢 可以抽出他们准备的金沙花束 好 来 来来来来 雪佛先抽一个 先抽牌 先抽牌号 牌号 牌号 对 A牌 A牌 好 A牌几号 来 A牌几号 A牌几号 A牌几号在哪里 A牌几号太好了 来恭喜你 恭喜你 好 来我们再抽第二个 好 好 我们再抽另外一牌 H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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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牌几号 H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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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牌19号在哪里 G跟手 揮揮手 有 快点来 用跑白名的速度 跑下来 来跑下 对对对 好 两位幸运的观众得到了今天最棒的情人节礼物 来这边 OK了吗 OK了齁 非常好的情人节告白 非常好的情人节告白 你可以直接问我们 可以问导演 问监制 还有两位演员 或者说说你的想法也可以 会有小礼物吗 要当拍 还有 要当拍 有人想问问题的 要当拍吗 先两个就当拍了 先两个 有人记错了 好 好 那个麦克风 有人问问题 为什么要以沙士比亚的接纳关系做改叠子的理由跟来源 OK 好 其实这个电影就是大概是特别的 有点我跟陈老也说 你当时应该是在陈老的上上部队 那个项外其中设计的时候 把人家的照片去看 然后我们之后就这样 然后我就建议说 我觉得黄伊丽已经 其实已经拍了很多都是自己写剧本的电影 那我一直觉得陈老在台湾是 无论在诗杰美学的剪接 在这些 所以我的拍摄的技术上在台湾都是一对一的 那我就建议重新说 我觉得你应该来拍一个 就是一个什么改编的一个电影 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陈老老婆 自己是台湾沙士比亚的权威 那我就觉得说 那应该就来改编沙士比亚 然后一边就想 那我就来全部女生演的沙士比亚的喜剧 所以当初的演故就像是这样的 还有问题吗 还有问题吗 好 嗯 我要帮那个 我要帮他生孩子 但是你没办法 那边真的是直接真的touch到我的心 就是我觉得现在 因为现在社会其实已经开放 已经蛮开放了 但是真的很期望就是未来 能够大家 能像电影那样 里面一样 就是这么有爱的一个环境 对 那我想问雪芙跟佩恩 当初在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 就是有什么期待吗 或是怎么会想说要接这样的剧本 我是觉得在台湾很难得有机会可以演男生 然后也觉得以前可能演的角色就是一个样子 我希望大家看到更多A比谢佩恩的面貌 所以我觉得有了这个机会也可以让大家多认识 就是谢佩恩 对 然后就是玩得很开心 然后又都是跟女生一起演戏 其实很好玩 所以我就觉得当做带着好玩的心情去做这件事情 其实我跟佩恩也一样 因为很难得会有就是女生扮男生的 这个角色的状态 然后要把头发给剃掉或是剪断这样子 然后最主要是我觉得从怎么讲 应该很少会有这样的电影是全女性演出的 所以当时在讲说 哦 原来男生也有女生演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好好奇哦 不知道那是会是什么样的光景 所以其实还蛮就是很有兴趣的 所以当下就觉得 哦 我要演这个角色 嗯 谢谢 没有吗 还有人有问题吗 我可以直接这样问 OK 因为我朋友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 其实觉得两位都非常的漂亮 然后我们是想问说 在全角的时候 有没有适得考虑过就是比如说 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们没有跟导演讨论过 可是我有跟佩恩聊过 我就说 应该佩恩要就是演罗琳这个角色 因为她从国外回来的 然后我可以演Olan这个角色 因为我比较本土 你知道吗 对 所以那时候我想说 怎么不是这样 我觉得这要问导演了 其实我们找佩恩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佩恩会格斗 而且是那种比赛的 真的是比赛得奖的 那刚好里面这个男主角 他需要一个会格斗的 那会格斗的女演员真的很少 所以她有一些优势 然后她个头也比较高 对 所以那时候先决定了佩恩 对 然后后来才再找那个罗莉这个角色 因为罗莉这个角色也不好照 我们会花了一些力气 在那里去 对 请问就是说 当初就是 虽然都是女孩子演的 可是我想要问就是说 你们是如何去揣摩 就是男生的角色 对 我们在拍的前一个月 其实导演们有帮我们安排肢体的课程 学着如何 像个男生动 然后像比如说 声音是要怎么出发声的 所以我们其实练了蛮久的 然后觉得也很有趣 怎么就是要撞墙 找到那个出发点的位置 觉得对 就是很特别的经验 那我觉得在定妆 然后剪完头发之后 其实就有一个 新的灵魂出现 然后觉得就是在过程中 就是慢慢的揣摩成 就是这个的欧蓝 因为其实我一开始真的是想要演 比较像罗斯福的那种帅 那种 有 有 有 但后来就 就找到了欧蓝的心 然后就从那里开始发火 我呢 我觉得也是从剪头发的那一刻起 就是因为我觉得头发是女生的第二张脸 所以其实你剪了像一个男生头的时候 你就觉得天啊我变了 那个感觉整个氛围都不一样 然后从那时候开始 因为我跟他们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他们是扎扎实实的要演男生的样子 那我的部分的话就是 在里面就是慢慢的有女扮男装 所以是很及时性的 可能自己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 那我那时候想的想法是 哦 我变男生我就应该要穿西装 然后就是可能动作或是怎么样 就是会变得比较夸张一点点 所以会表现油一点点这样子 对 然后 嗯 我要讲什么 哈哈哈 应该大概就是这样 对 当下还是有去参考 就是可能自己觉得网路上好看的帅哥 可能表情会怎么样摆啊 对 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女生还是会有爱自拍的时候 所以我心里想说 天啊我现在已经脸像是男生了 那我要怎么自拍 所以我有上网查一下资料 对 然后最后一题哦 我稍微补充一下演员在扮演男生 我请了吴亦芳舞蹈家来帮忙 因为那时候我刚好跟她合作一个舞蹈的表演 那我其实我在跟她讨论说 我们是怎么样把演员内在 特别是女演员内在的那个养性的力量找出来 然后后来我们达成了一个状态就是 其实我比较不希望演员真的就去模仿 他看到的异性恋男生的样子 而是往里头往身体往声音往能量去工作 然后所以她设计了一些撞墙一些好玩的东西 让演员把那个内在的养性的力量展现出来 那我觉得这是个很特别的经验 那套方法也还蛮厉害 帮助我们很多 想要请问一下导演 最想要藉由这个影片传达给观众的讯息是什么 基本上就我的部分就两个部分 一个是性别的部分 那因为这个也是我一直很感兴趣的 我在剧场里也在工作这个 那做了这么多年性别的东西 然后第二个是里面的乌托邦 未来我对台湾美好生活的想象 然后这两个部分是我其实我最想要 那当然我就透过女主角罗莉的这个角色 她失恋然后回来 然后感觉她好像在找爸爸 回来在找爸爸 其实她是在寻找她自己内在的那个力量 后来那个爸爸也看到 我找了一个年轻的演员被九云 不刻意把她画了 她就是一个优雅美丽的有智慧的女生 那对我而言那个就是一个 一个有力量的母性的力量 所以这个罗莉也是在找自己 找那个母性的力量 所以她在看到爸爸 父女那场戏的时候 我们又映射了很多大自然树木的 大地之母的那样一个 的自然的力量在里头 基本上就是整个地 我想讲是这几个 好谢谢 然后左边需要吗 还是中间就可以了 中间 中间 然后右边需要吗 那两位这边 那两位这边 需要换姿势吗 没事没事 好那就OK了吗 翻拍 好中间 好左边 右边 好中间 右边 好 好 换姿努了 好姿努上 很可爱 中间那边都会有媒体 不会 今天穿很可爱 完全青春少女的样子 然后右边 雪佛右边 右边 右边谢谢 雪佛 好这边东边 好中间 好左边 拿给我这里 雪佛右边 好 好 那我们OK了